县长林明珍在县议员唐小芬及公务处同仁陪同下 来到草屯镇石川里会看当地星光大牌 由于这条大牌新建年限久远 当初以石头和水泥砌成 目前已经有多处石头崩落情形 林县长会看后指示公务处尽数施工改善 县长林明珍在县议员唐小芬及公务处水利工程科同仁的陪同下 前往草屯镇石川里当地星光大牌的湖外 早期接下来石头气沉 但经长久时间遭受水流冲击 这时左侧湖外的石头又崩落现象 林县长在会看后表示 由于星光大牌两边波坑都有改善 但还有50公尺未行进 去年当地村长争取石座右岸 这次再来会看左岸 由于水泥及石头都已崩落 因此需要精速来加以改善 今天来我们草屯镇就专利 这个星光大牌 因为这个星光大牌 这个两边的这个波坑 富岸都有做好 只剩一十 大概将近五十公秋还没做 因为我们这个星光大牌 这个很长 所以我们组练组练就把它做 当年我们前年专业和唐晓恩议员 政策做对面 这外对面没有跟三平中做到做一平 所以今天再来看对面对岸 这个过去就是都二九头 二九头这星光大牌 这个项目差不多三十年有了 那二九头已经都在落下了 阿摩团也在腐化 所以没问题再来改善 做水泥的 富岸空间也保不住 现在提防叫豆崩起 上游就摊滑下去 对我们的住户土地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今天来看 我们是认为非常有必要来做 所以这个整工程会要九十二万 所以我们还是尽快地来筹筹 把它做好 县员唐晓芬就表示 星光大牌相当长 感谢县长一直以来 对这桥排水系统的关心 目前仅剩中间一队 约五十公尺长的户柜 会实作 希望能够赶快补上 今天县长来到我们曹臣镇 我们的九川丽星光大牌 来家做一个会刊 那因为这边这个礼 这个星光大牌非常的长 那因为也感谢县长 在过去对我们星光大牌的 一个帮忙跟协助 那只插在中间有一段 大概约五十公尺的一个户体 那因为就是经费的问题 以至于说这个部分 没有去把它做一个修散 那经过我们当里的 我们的里长和里民他们来反应 那希望说在这个五十公尺 这个修补的这个备用 能够赶快把它补齐 让这条星光大牌 能够做一个完整性一致性 那也很感谢县长 到了现场来做一个会刊 真的认诚 真的认为说有其必要性 来协助我们这些里民 做一个改善 这条星光大牌不仅仅是石川里 所有农作因水灌溉重要的水源 同时也是排水泄洪的系统之一 林县长表示 趁目前过水期 相关单位应急速来施工改善 避免迅气移到 容易遇到大雨或台风 容易使水失速蔓延 不仅破坏农作 也容易产生危险 因此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守护工作 接下来陈一志潮存采访报导